揪星,中国南篮末节奔盘84-98C,周琪崴脚被迫伤退,中国广州,2019国际南篮对抗赛中,中国南篮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,84-90被巴西逆转,无缘开门红,阿联在比赛中发挥初四,贡献20分和7篮板,周琪拿下10分8篮板,但在比赛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时扭伤了脚,被迫伤退离开,前三节的比分分别为19-19, 24-23,24-19,中国队带着67-61的领先优势进入末节,最后一节,巴西队曾打出一波7-0的攻势反超比分,照继为命中关键3分及时稳住局势,郭艾伦拿下全队最高的22分,但仍然没能力挽狂澜,王哲林在比赛中被侵犯,他砍下15分,在内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祝愿大魔王的脚伤不会有太大的影响,尽快好起来,早日 重返赛场,静夜看